在台南 冬至除了吃汤圆之外 还有吃冬至包的传统习俗 因为口味深受当地人喜爱 加上讨喜的金元宝外形 象征招财宝平安之意 而另外来看到专属彰化 园林人的独特早餐 Bom Pui Mi 你有吃过吗 其实就是猪皮晒干后油炸 经过至少两个小时的慢火熬煮 吸满了卤汁 搭配在地人最爱的米苔木 就是Bom Pui Mi了 美味的古早味让人吃了就上瘾 尤其是冬天来上一碗更是暖胃 煮熟的米苔木QQ弹弹 淋上卤得油亮亮的脱皮卤汤 这就是道地彰化人的早餐脱皮面 除了彰化就很少见 其实脱皮就是Bom Pui 油炸过的猪皮 吃起来QQ的让人一吃就上瘾 尤其冬天来一碗更是暖胃 这一间Bom Pui面飘香三十年 已经是第三代 吃了好几十年了嘛 二十几岁到现在五十几岁 销魂的Bom Pui处理起来好功费时 老板从市场买生猪皮自己回来做 日晒后再油炸去除水分 变得酥脆后还得卤上至少两个小时 直到Bom Pui吸饱卤汁 另外这一间招牌Bom Pui面 老板手艺还是跟老陶学来的 开始也是客人教我怎么做的 后来就变成应该算是主力商品 带咸的Bom Pui搭配在汤头里面 掐到好处 想吃重口味就零点露臭 择败后入口 好吃的让人沉醉 这代入Mao中华报道